台北市花蓮县同乡会利用行动来回馈故乡 18号上午一行40多人特地将300多包的白米 还有一批民生物资捐赠给花蓮市的食物银行 而市长魏佳燕也出席代为接受 同时颁赠感谢状 货员们排成一列以接龙的方式 陆续将物资从游览车上送进花蓮市食物银行 这次台北市花蓮县同乡会 在18号上午一行40多人 为了用行动回馈故乡所举办的物资捐赠活动 做爱心我相信人人都一样 好事不能等一定要积极 这个物资应该加起来应该有10万左右 因为我是在地的发言人 我也希望说有能力 尽量去帮助一些弱势族情 这次的捐赠行动是由许素勋理事长 担任领头羊 协同两位理事郑玉清及长文旗 共同捐出300多包1公斤白米 及一大批的洗衣巾洗髮精 苏打饼干等民生物资 要提供地方弱势民众生领 而市长维嘉宴也出席代为接受 并颁颁证感谢壮 那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理事长 那理事长从很年轻的时候 就到台北去打拼了 那一直以来都有赚到钱之后 都回馈家乡 那也希望如果在外有一些 我们花莲的乡亲想要捐赠 那我们这边都可以透过 花莲施工所的社会科 来跟我们做联络 我们希望将你的爱心 发挥到最大的效用 台北市花莲县同乡会 已经连续第五年送爱到地方 不仅在去年度颁发奖助学金 鼓励华联学子 今年度更将关怀脚步 深入弱势家庭 市长维嘉宴也期盼 借由号召更多有心回馈 乡里的企业社团与三星人士 透过持爱基金或民生物资的捐赠 共同帮助经济困顿的人 度过难关 记者徐立晴华联市报导